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这个可伯还有何太 厉害了 神经合纳再现江湖 他现在很开心 好像两个人已经开心了 自从昨天去完房处之后 他们在直播中也有他说 也很期待他说 究竟有没有加回这个《响白》的名字 又或者是否跟房署要去拗掃 是否已经收到踢他们走的通知 走去上诉还是怎样 见他好像笑容满面 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就说他 为什么这么风骚 是不是搞定了 公屋那些东西 又或者有些人会觉得他是强作 这个镇定 就是要掩饰他心里面的惊慌 都不顶 因为他们这一对神经合纳 有一个特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他们可能今天又不知道搞什么 又炒大祸 可能又会吵架 又可能他会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事 然后又骂神骂鬼 他那个高低起伏 是真的好像过山车 虽然人家说他高极又很高吗 但起码都叫做笑得出 还是怎样 不会先吵吵猪 那也是的 你多点笑一下也好事 不过我反而也想他生气 因为生气才有多戏剧效果 哈哈哈哈 昨天这件事也好像令他生气 是呀 又犯法了 他似乎 因为他要做网红 他也在昨天 邵康院游荡的时候 拿着手提电脑继续做直播 因为他做了没多久 就问大家 你们猜猜我在哪里 哎呀大哥 这个这么容易认的东西 如果在屯门的街坊 一定是认得的 就是邵康院 旁边有港铁站 很快就被保安驱赶 叫他不要做直播 这里就不可以这样的 他拿着电脑到处走 他去到后来坐在月台 继续做直播 做一下就突然间断了 我们也有转播的时候说到 记得吗 哦 是呀 断了之后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他突然间 盖上了一部机 算了 他走了 他也没有再解释 话说原来 他似乎又触犯了一些法例 他可以 这个网红 或者用英文称呼叫KOL 他算不算叫做触犯法例界的KOL 因为他每天都是这样的 今次就在港铁月台 我们现在才说那些 傅礼究竟是怎样的 他之前就走了进去旅次做直播 对吗 是 他会拘捕这两个人去坐牢 所以我们经常见到千语BB 他们的直播间也有很多人说 什么时候去坐牢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是吧 有没有这样的看法呢 我始终也认为不太容易 我始终也认为 我也很想他坐 不过你要实实在在 有人举报他 然后证实他 又犯到一些刑事罪行 这样才有机会 对不对 好像你轻铁做直播 对的 查查原来 咦 不行的 但会不会导致坐牢呢 这些太轻验了 对不对 虽然未叫做坐牢 但是也会不会有些不动呢 可以让大家知道 哇 喂 每个人都是这样做 又没事的 那这些负例是用来做什么呢 是吧 用来放的吗 那倒是呀 有时候负例真的要严格的失衡 或者会不会有些什么 港铁的职员 勸语 当然他坐牢的时间也不叫他太久 但是 精彩 港铁职员 也不及一些他所说的黑粉那么快 因为很快 人们好像留意到他的直播 立即涌过去 就去拍摄他们两个在月台上是怎样的 一到 他们 这些不叫生徒 生 你知他的风采 没有经过什么类镜 没有经过什么修飾之后 摆出来的就是生徒 突然这样 大家看到他坐在港铁 即是旁边的那些桌子 银色的那些桌子 大家看到了 这些就是生徒 你看到他这样摆着电脑 第一你会看到他用什么品牌的电脑 哪一只型号 另外你也看到他穿着小凤姐 波波点 不过是比较小一点的 然后也有他背着毛牌手袋 这些就是生徒 你原装看到他 他手臂有多粗壮 而且他的肚子 你可以说大大话话 四个月生纪都差不多 如果以一般来说 差不多了 是呀 输得 不过 实际上是这个肚腩 没错 肚腩 并非 可伯的 骨肉 骨肉 哈哈哈 可伯这段时间都受不了了 你看到他这样 哇 走来走去 他还是写着流浪记的 是吗 什么流浪记 坚白也走去拿手机 拍摄那些人 怎样怎样 真是标准的爱妻号 我们回来再说 在这个28H粗言谓语的那一栏里面 当然告诉你 在港铁范围 不得说粗言谓的粗言谓 如果他一边直播一边骂人 什么街 你这些什么什么 又用什么生殖器 那你就 最佳一等 好了 我们读回了 条例里面的E ABCDE的E 就说 不得在魅获港铁公司书面同意 并依照港铁公司 所施加的条款及条件规限的情况下 使用任何 录音或录影或拍摄器材 以进行访问或拍摄或制作影片或录像 就是这样 哦 这样 这个 应该都可以的 如果有人向港铁投诉 而且也有视频证明得到他 在港铁月台上使用录像的话 应该可以进去的 是不是 不过也有不少的人 都可能会在港铁站那里 拍摄一张照片 哇 现在我在这里 很贵 其实也有的 不过 你是太离谱了 你一直在那里直播 那么 这个 夸张程度 就跟一般市民那些 就不同了 那可能说 哦 不是啊 我身份是国际世界网红来的 那是不是应该可以这样做呢 我跟我粉丝见面 这些 就不是理由来的了 这不是理由啦 不行这样的 是坏了坏了 所以我要有人出来投诉他 还有将他的视频交给港铁 看看港铁会不会处理 如果港铁不处理那怎么办呢 那不一定受理 或者当没有件事发生也未定的 会不会这样啊 这个就往后才知道 不过有时你搞到这么大件事 变成港铁方面就算挺尴尬的 因为由其他的市民 也追击来到 不知为什么 究竟是 大家就着 可白着何太的行为 很有心思去找出有没有触犯什么法例 或者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样做是不行的 也引起了一些 网民 他们寻求一些法律 甚至乎一些规例等等 间接地来说 是丰富了 市民对于法例 甚至乎这些条款 的常识 所以 有些人说 哎呀 经常说他们两个 这么没有公共性 我不看你们两个了 或者不听你们两个了 我去听什么什么更好了 那又不是这样算的 如果你不听我们这一字的话 可能 或者你有时 不知不觉间 可能 都会犯了这些 港铁的苦力 也不承认的 哦 这个是震和 所以 大家都有知道的 需要知道的 还有是有一定的公共性的 再者 例如 屋邨的保安 是否真的有权驱赶他们呢 另外 为何在那里做直播就不行呢 但是 那些姐姐 即那些工人姐姐 可能拿着手机 就跟 远方 可能是印尼也好 菲律宾也好 其他的 亲朋职友在那里 视像讲话也行 当然 这方面就要等 博安公司 去解释 或者是怎样解释 那也是的 如果你 拿着东西在那里做直播 个个都在那里做直播的话 接着这些地方 在这里的风景好 或者在这里的风凉水冷 或者在这里的环境又如何 接着 你不就 个个都走来都要当景点 在那里做直播 你听他说 哇 你看看 这只白饺多有趣 有什么多漂亮 你听他这样说 又拿着手机 进去别人的街市 需要拿着手提电脑 你想想 街市的嘛 喂 走开呀 喂 借过呀 推着一车的鱼 推着一车的菜 你 手提电脑 不需要一万 可能也有五六千 如果大家理个例子 你说好像托盘那样托着 我就当是练一下手臂的力量 我不知道他托成怎样 我估计应该用手掌 托盘那样托 手掌 省向上 托着电脑 我也估计是 他用手托着他 好像侍应那样 当是托盘那样托起电脑 没事就有自可 跌了落地的时候 你就哭也无谓了 对不对 最怕就是有些街市的朋友 人家工作忙碌 街市湿粒粒的那样 因为不小心 拒绝到你一点点 你突然跌了电脑落地 然后碎了 到时你又说人家是黑粉 又说人家是谁 谁是头目派来的 哇大哥 我认识鬼呀 认识你呀 你到时有些什么 你自己负责 再加上有个曹冤 你自己弄得也不好 对不对 这样就会阻挡着人 对不对 你主要是整个电脑 就算我们真的拍戏 我们用那些OSMO Pocket 都是很小的 因为用Pocket 可以放得到在包裹 放在胸口夹着 走着走着都还可以 你不是的 你整部电脑那样 他是夸张的 我们也看到一些网民都说 以前从来不会看这些负例的 因为河马 大家就开始看那堆 从来没有人看的负例 这样是不是对于这个社会来说 是成为了一对的反面教材呢 但是政府可以找他们做这些 找他们做反面角色 是吗 是的 例如他们说 你在这里这样做是不行的 然后再拍怎么抓你们两个坐牢 什么触犯什么什么条例 有机会导致罚款5万元 合监禁两年 就看到他们两个坐牢 穿着监狱的衣服 那个感觉也挺解气的 是不是 特别开心了 什么时候是真的 这样就过瘾了 这两个神养合理 我们先回来 那个重点就是 媒体也写了 难道肯加名 会不会真的要加个名字呢 这个我也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昨天这么风骚的话 应该是解决了一些问题 可能加名也不一定的 你能够证明得到 原来何柏是没有资产的 而且又跟何太结婚的 多了一个半来 照道理应该可以住进去 是不是 不过他暂时未敢在公屋里做直播 所以昨晚大家留意我们的直播转播 有问我们两个三个旁述 整件事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笑一下也挺过瘾的 你自己肉腿也好 是不是 有时候说 哎呀好热啊好热啊 因为可能肥脂肪厚 隔住了 那你就人灵色热了 这么热的话就很夜蚊的 大家看到台上写个题 都写到你们两个在胃蚊 是呀 真是没错 他昨天都说 给蚊针倒不少 他这么好肉腿 给蚊针倒很正常 可伯就没有这个事 可伯的皮又阻又老 又瘦 肥脂肪厚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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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大一点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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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看到是他先 是吗 五层肉 是吗 是吗 冰烧五层肉 五花腩 是吗 不是冰烧 不是冰烧 是冰烧 他也想继续和大家火拼 因为有些人说这些事想看我睡街 没那么容易 究竟这句是不是暗示了一些玄机 就已经在公屋里 搞定了才慢慢再去打这一场战 他也有继续说 就是说自己就不是那么适合上班 就是要做老板才行 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个直播 但是我也有听到你们七黑钟 怎样去说 关于未来的去向 很厉害 相信 接着 何太 都会继续做直播 他这个人没什么要做的 而且 他应该就是 在申请YouTube的盈利 什么时候申请到呢 这个就未知了 当他申请到的时候 到时就会封销 记住 网络上有很多标题很夸张 有些又说到时是什么赚几十万一个月 又不要说到这么瘋 如果你们真的突然间很多人看他 多到一个点 很多人打赏给他 那就可能会有这个奇迹的出现 但这个奇迹会发生在他身上 那当然是 未见 很难 跟六合彩头掌也差不多 除非他们突然想到 很惊天动地的事情 可以表现给大家看 大家也很喜欢整天去看 这是一件事 不过我们也不会给他什么建议 让他们神养合理自己想 很多的 等于之前有公安拍回 又说到他准备在内地坐牢 如果被他见到 他自己见到真的会挺哭笑不得 因为有些人说到什么末日 但接着他们两个所以回到香港 所以就像开龙雀 想看我坐牢什么的 有些人也会传 他在内地在哪里犯法 又说过很多不同的事情 不过最清楚是他自己的本人才知道 他不说 或者他不成 或者是没有的 还是怎样的 我们尽量看到我们所见的 或者有些合理的怀疑 才去说 对不对 对 所以不要这么快 先下定论 因为你只会弄到自己 一次又一次失望 不要这样 你会更加 慢慢养成一种心态 究竟你什么时候坐牢的 你快点坐牢 因为你经常见到很多消息 说得好像快要坐牢 但坐来坐都坐不了 他们两个做的事情 越来越厉害 你会弄到自己就想起了一边 经常会承认着 有些人会说 其实他应该要坐牢的 但你又说不出他哪些东西 令到他真真正正会坐牢 可能你就会马上抓这些条例 为什么不拘捕他坐牢 为什么不拘捕他不坐牢 你会弄到自己就会很生气 好吗 没错 所以先看好一点 对了 我们理性一点去看 好吗 对 拜拜 拜拜